至少这边我想要把它讲 画面就用一下 好 这个档案 因为我到时候想要去结合的是 出生人口数里面的这个值 就是我想要有 既然这边已经有人口数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变成我要取相同的key 来去做Vlookup查询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我会把这里面常用取代 里面的key全部都拿掉 好 那也就是86年文山 86文山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会增加一个新的名称 新的名称 叫做这一格 and 这一格 它叫86文山 相对的我就要去找 死亡人数里面的 9 就是相同的这种key 的组合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只能因为表格比较的关系 一定要插入到这个死亡人口数之前 所以一定要插入在这里 等于 等于他and and 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新的key 就是这个新的key呢 就是这个新的key呢 假设我取名 取名叫做新的key 这边也需要有一个新的key 这边也需要有一个新的key 等于民国年and 这个行政区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死亡人数呢 全选 假设这叫做死亡人数 所以我就直接取名 D-E-A-T-H-P-E-O-P-L-E 记得哦 建议这个 这个 这个内容啊 一定要排序 一定要排序 好 再来 出生人口数 这个 这个范围 我就叫做是 Bone people 出生人口数 然后 这个key 2 一样也排序 好了 接下来我的人口数 就可以去搜寻了 这个就是我的key了 我要去搜寻什么 出生的人口数 出生人口数怎么做呢 就是用Vlookup来去查询咯 所以我去查询这一个86文3 86文3 86文3 然后呢 在哪里查 因为是先查出生 所以在Bone 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查 里面的第几栏 第二栏 是我要的 而且是要完全符合 那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在写这个韩式的时候 最好是用if error 为什么呢 因为if error 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成立的时候 它会呈现出来 不成立的时候 我放空值 空值就是这个 好 那当然86年那时候没有 可是有看到吗 90年这边就有 有这个人口数 好 那接下来还有死亡人口数 死亡人口数 然后 一样 一样 这边 只是把这个名称换掉 好 其他都不用变了 一样也是用这一个来去找 可以吗 就全部都算好了 好 然后 因为这一段 这一段 我把率算完 我放上去 放到成立 你们就去下载 我们再去画那个图照了 你看 接下来就是出生率 出生率的计算 出生率 出生率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 就是这一格 出生人数 出生人数 被人口数 来除 ENTER 记得 F AERO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数值 就不算了 可以吗 然后 那死亡率呢 死亡率呢 死亡率只有哪一个地方要改 这个 这个 这个要改成 这个 好 ENTER 就算完了 可以吗 但是我建议 这两栏的格式内容 要用百分比 然后通常百分比我都会 就是增加小数位移位 我只会呃我只会呈现到一位 好